张恒发长文回击郑爽 一 张恒再次强调 郑爽逼其配合他把孩子送去福利院机构 并列出若干郑爽试图弃养孩子的证据 二 张恒反击郑爽所说的片酬问题 称所有的转账记录都在微信里 自己提供的证据全部按照税务局的要求公示 真实有效 三 张恒痛斥郑爽粉丝人肉网爆他的家人与朋友 四 郑爽和张恒交往时吻过前男友 我吻他怎么了 以前在一起过就想试试还爱不爱他 五 郑爽列出十几条张恒的优点 比如活好胆大身体像可以挨打等 最后他还希望郑爽能改过不利从善如流